新北市万里台二线道路旁边 有一尊高达六公尺这么高的神像 由于夜间打光的关系 部分民众看到真的吓到了 市医员提醒 违报了违界 在五号上午进行了拆除作业 目前最新的消息又是如何呢 我们时间连线陈志庚 而主播观众看到画面中破碎锤 升起对准神像后脑勺 怪手启动机具 接着 破碎锤持续敲击 神像后脑勺 隐身碎裂 水泥碎石不断喷出 钢筋逐渐裸露 怪手持续破坏神像 手臂脱落头部也逐渐下坠 最后神像被拆得面目全非 景象触目惊心 拜托我们对面那什么东西 那晚上看会吓到人吧 还打光打成这样 新北市金山财神庙 设在万里区家头路旁 有六公尺高的神像路标 每到晚间投射灯光 经常吓到路人引发议论 誓议员质疑路标是违装建筑 是否查报之后 在五号太原拆除 不过庙方表示花费近百万 在名下没有助援的土地 新建艺术雕像路标 只要调整投射灯光 就能解决的问题 竟然被举报拆除 人在坐天在看 将留给信众公平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好 其实没错 人在坐天敌却在看吗 来看是本土疫情 现在持续的扩大延烧 很多人说是不是也要去 庙里头来拜个拜烧个香 让老天老保佑一下呢 但是来看看 台南有台版无歌窟之称的 万佛寺 为了配合防疫的紧急关闭 但有游客不遵守防疫的规定 定谈 大门用铁链牢牢拳住 还上了大索 有台版无歌窟支撑的 台南南西万佛寺 因为疫情突然升温紧急避原 没想到却还是有游客硬要闯入 观光客一前一后 偷偷溜进佛寺 硬闯园区 妙风发现后大声呵斥 一群人才赶紧翻墙爬出去 不行 你去 现在已经封原了 你是带团来的吗 对 最近疫情已经 从北部一直蔓延到嘉义地区 决议就暂时休闻 打着台版无歌窟的称号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但本土疫情再次升温 距离嘉义车程只有一小时 妙房只好忍痛先休闻 就怕有个万一 防疫拉警报 嘉义县卫生局也针对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对象进行开罚 其中案16座高铁 不戴口罩 不停劝导遭开罚3000 案17违反一人一户居家检疫原则 开罚1万元 以及案18检疫期间外出罚30万 强制集中检疫 那今年也才罚了3件 那3件的话总共罚了31万3000元 华航机师诺福特旅馆染疫风暴不断扩大 足迹遍布双北桃园以及嘉义 疫情升温迫在眉睫就怕造成社区感染 也要守护最后一道防线 据这后公文来文章马家瑜 嘉义台南报道 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寅助涉嫌赌博洗钱 在今年1月20号遭到检方约谈之后 以1.5亿元交保 前案在4月30号宣布侦查终结 陈寅助负责的博弈公司 其实不法所得高达2亿元 博弃毁获得了还起诉处分 而他其实处分的金额高达了8.5亿元 也打破了记录 穿着深色上衣戴着黑色帽子 这位就是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寅助 今年1月涉嫌赌博和洗钱遭检方约谈 当时以1.5亿的高额交保金交保 笑着走出假以递检树 检方经过三个多月的侦办 4月30号宣告侦查终结 陈寅助是博弈公司负责人 助理洪信兄妹负责财务 从2018年开始经营境外网路博弈平台 不法所得高达2亿 得通通上缴国库 而陈寅助因为坦诚犯案态度良好 获得还起诉处分 包括两名助理和其他被告的还起诉金 全案一共高达13亿4482万元 创下台湾史上最高额处分金记录 天价的还起诉金 陈寅助霸气一次奖情 判却所得2亿跟判却所得8亿5000万元 他就一次就入到股库 陈寅助早期靠网路博弈起家 后来投资海外赌场 外传身价上百亿 近年来投身慈善事业 试图漂白 情势转为低调 但没想到一口气上缴国库破10亿元 再度登上新闻版面 最后国文加一报道 叶大熟 孟陈寅猫 你们最近有没有坐公车呢 如果有的话提醒所有的钢铁卸保都要小心 在基隆暖暖呢 有人说他女儿搭了602公车回家 不过有陌生男子呢触摸两次的手臂 结果天晚一出发现也有其他女学生也受害 现在的市警局服务队骂唱 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来介入调查 基隆一名母亲在脸书上发文 说救度国中的女儿 4号晚间搭乘602公车回家时 车上一名男子突然用手拍了一下她的手臂 女儿还以为有什么事 看了对方一眼 对方却笑了又挥挥手 没想到下一秒又重复同样动作 吓得女儿立刻跟男同学交换位置 之后男子在暖暖国小附近下车离开 做家长的一听吓坏了 赶紧在脸书上发文 提醒其他人要小心 贴文一出立名家长也留言说 自己女人也被摸 当地议员接获许多家长陈晴 这名公车性骚扰嫌疑人疑似 已经不只对一名下课或下班的女子 伸出嫌猪手 是不是穿蓝色外套 还是不是穿怎样的特征 那也有那个同一个高中的这个学姐 也是说当一个公车里面也有被 被疑似就是信骚了这个案件 602公车行进市中心 平常许多上班族学生和长辈都会搭乘 市警局复优队接获通报 不敢大意立刻接入调查 目前已经锁定特定对象 警方也将尽快把嫌疑犯逮捕归案